美國前總統川普在助選的時候 出現了激進爭議的言論 川普是以不配做人 根本是動物來形容非法移民 也稱將會對墨西哥製造的中國汽車 課徵百分之百關稅 並且揚言如果他落選 國家將會被血洗 對手拜登的競選團隊 就批評川普是在宣揚政治暴力 想要讓這個國會暴動事件再度重演 篤定將獲得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提名資格的前總統川普 十六號在俄亥俄州萬達利亞市 為角逐聯邦參議員選舉的商人莫雷諾站台助講 有件於拜登政府和汽車工會 在電動車議題存有旗見 川普在這個全美第二大汽車製造州 抓緊了中國汽車的話題發揮 這番言論引起支持者鼓掌叫好 而他接著說的這段話 卻讓共和黨的競選募款大將們笑不出來 連忙澄清 一個半小時的助將川普還以不配做人 根本是動物 形容跨越美墨邊界的非法移民 稱那些參與華府國會暴動 而被定罪入獄的囚犯是人質 說他們遭到恐怖的對待 而他很快就會解決這個問題 川普話說得越來越瘋狂 提詞機旁的工作人員揮手提醒他造稿念 他大喇喇大手一揮 稱自己不在乎他想怎麼講就怎麼講 這一連串激進煽動的言論隨即在華府炸了開來 拜登競選團隊批評川普是在宣揚政治暴力 想讓國會暴動事件再度重演 川普的前副手潘斯 隔天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節目 面對國家對川普的人質說表示無法接受 我們有幾個例子的例子 中共的支持者是說他的話 literally和 or seriously 最重要的,在6月6日 他寫了他的支持者 說他們要來參與他們的訪問 說他們會被狂 然後他寫了一 speech 鼓勵他們 去抗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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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